众所周知,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,而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智能手机。 说起智能手机,我想很多人都会第一想到iPhone作为手机行业的巨无霸,iPhone在手机上的研究一直不曾懈怠,每一代iPhone新机都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,每一代iPhone新机也都遭到了粉丝的疯抢。 很多人或许好奇,为何用户这么死忠iPhone?其实原因很简单,因为iPhone的iOS系统比安卓系统要强得多,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使用不卡顿。 近日,iPhone新品发布会又将到来,或许这一次粉丝们会更加疯狂,因为这一次iPhone将会是三部手机一同发布,临近发布会,iPhone新机却不慎走光,其中有一部手机在外观上,遭到果粉的疯狂吐槽。 用户表示,iPhone X的外观怎么这样,跟iPhone X没有一点区别,采用的依然是刘海评设计加玻璃机身,难道是翻版的iPhone X? 其实,对于粉丝们的激动,我们也表示理解,因为不管是iPhone X Plus还是iPhone X,可在外观上都做出了明显改版,而iPhone X除开内置之外,几乎一层不变。 这一次iPhone新机发布的时间定在9月12日,北京时间9月13日凌晨一点整,这一次发布的新款iPhone尺寸,分别为5.8、6.1、6.5、其中5.8英寸的iPhone X和6.5英寸的iPhone X Plus在背部设。 像方面跟iPhone X一样,均是采用两颗摄像头,而廉价版的iPhone X因为成本的问题,这一次搭载的摄像头只有一颗,不过对于苹果手机的像素来说,一颗也并不会影响用户的体验。 看来这一次iPhone依然还是没有搭载三摄,依然在坚持自己的手机设计,并没有因为市面手机更新,而改变自己的配置。 最后,这一次用户应该最关心的是价格,因为外界传闻,iPhone这一次将推出廉价版,打造一款iPhone最便宜的一款旗舰机。 不过我想iPhone所谓的最便宜旗舰机,在我们看来还是那么的高昂,我们一起来看看,这一次发布的三款手机价格分别为5899元,7200元,8300元,对应的手机机型分别是iPhone X,iPh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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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e Plus可以说价格1.1不低连,你觉得呢? 甚至还有传闻衬,这一次iPhone X Plus 512版本的售价更是高达上万元。 韩子温暖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